谢谢 别再刷了啊 那别再刷了啊 那个你别 霍霍我的那个啊 成总幽默是吧 我自己说中凡吗 中凡 他那个 不按常理出版的 是认为一个高手 他真是认为一个高手 我就是 带他去大西北跟他 一路在大西北 我教他很多 我说你要应该这么去做 这么去拍 这么去做 我 还是不能这样一瞬 我的形象 我的形象很重要 你都是 站在最低谷的 你再怎么折腾 也是往上爬了 你还有什么形象 我说 炉子不可教掩 你又出去 前后别说我身影师 OK 还到现在为止 中凡出去这么久 我没有 他至少说了三次到五次 说要见我 在路上 说要在山东等我 说在那里 从来林下找我 到大草原找我 你别来 打住 我也是从此不再见你 你也不要跟别人说 谁生事 我觉得他不太靠谱 不太 并不是他人 就是他性格上面 我觉得 还是有点 很执着 他在失败 一身绿衣服 被人家骂了这么久 就是不换 很有原则 说 温总 温总 温总的事 可能大家比我还熟悉他 温总就不说了 我只有几个字送给他 就是 越来越好 大家 也挺多的 支持温总 这家伙 确实不容易 但是他 怎么说呢 他对网友 对 支持他的铁粉 他也没有 什么 长的声 或者是说 不着边 其实他是比较 实在的一个人 他拍的视频 很多都是真情流露 包括他直播 卖东西 明明大家是支持他的 其实他也知道 他也不藏着掖着 这谁 原地等你 谢谢 谢谢 小河的乱吵 闹矛盾 希望他早一点 和好如初 海哥还带徒弟吗 真不带了 带不了了 为什么带不了 我再澄清一下 太多人 不是 我带了你 等下没带他 都会有一点 转头又来 当我的黑粉 不好 还一个就是说 我带了任何一个人 只要是 出了什么问题 包括我们的胖军 是吧 我们的小胖子 收了人家的钱 拜执费 这个事情也 呼啦 马上就 那 是 就 你必须得 躺着 我们躺着要 兄弟 亲点打 别打那么重 你躺着 你要挨啊 不挨 没办法 是吧 你像是 高手在老窝 惹了个事情一样 是吧 说不要去 那个 什么 调戏里面 老婆的 那个什么 然后 你告状 告到我这里 说你带出来 能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 我只能说 哀求大家 轻点打 轻点 我躺着 我不说话 我也不争辩 轻点 只能这样子 是吧 这是很多 很多 有骨难言的事情 明明自己有道理 明明自己站在 可以说是 怎么说 有理的一方 但是我们就不能去说 我们表现出来的 我们不能去 这对你要越说 的节奏越大 我们只能说我自己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些故事 一些心得 一些面对人生 面对网络世界 该有的一个态度 我会表现给自己 表现给大家看 表现自己出来 而且 但态度 搞不好 差不多一步都差不多一 差不多一 万一 万一有一个 上天天良的人 那是啥 要不一 那等一下这个锅 背大了 阿龙又释放 我兄弟又来了 龙哥 谢谢我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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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 我听到宝来了 是吧 谢谢听到宝 嗯 你们的评论 我看的看不赢 好多 滚明太快了 嗯 嗯 嗯 这个 我看不赢 我看下不赢 这两个人就大 要我都知道 马哥也在我水 看不赢 他那满辣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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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沉重啊 沉重是我大姐 就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看啊 看那个大龙的视频就行了啊 大家看大龙的视频啊 兄弟们 我们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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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现在马上11点了 还有几分钟 我们就下播了啊 下播了啊 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等一下下播了 最后就是 再跟他说一下 接下来我们会拍一些乡亲 哇 哎呀 王总 王总每次都赶美半车 哈哈哈 谢谢我们隔壁王总啊 妈妈妈妈 隔壁王叔叔来了 哈哈哈 欢迎王总 二蛋开烧烤 二蛋开烧烤 这个是本来是我跟他一起合作的 这个到现在因为好多好多原因哈 没有没有没有马上弄成 希望希望这一次可以到年底之前有一个这个啊 能弄一个这样的出来 我也想我也想帮帮帮帮助一下二蛋 陈总是你亲姐什么 陈总是我亲姐 我大姐 我老小 他老大 啊 说说我 什么哪个姑娘 我来说说他 刘家姑娘 刘家姑娘 熟悉吗 海大哥也不说了 海大哥那个 我大哥这个人呢 人家说太多 人家说好又不行 说的 说的不好 等下结束满 他又等下又骂我 自家人不说 海大哥 我只能告诉大家他很想当网红 哈哈哈哈 他享受当网红这个过程 他老弟当了网红 他自己也偷偷开了个号 就点到为止不说他了啊 哈哈 海哥过过过过过一段时间 可能会去一趟香港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啊 小葵什么的开哈小葵 呃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不会帮小葵开号 要开号也是阿权 他自行开号 因为阿权现在有三十多万粉丝 啊 他有三十多万粉丝 他已经足够跟小葵开号了 我不会去跟他开号啊 今天晚上 可能 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可能后面进直播间的没有听清楚 也没说清楚 学弟们再也就是今天在评论区说的那些 我惦记阿权那点钱啊 我再重申一证 我不会惦记他那点钱 因为说实在的 我我我我 惦记他的钱也没用 因为 这是 阿权 自己 呃 就是这段时间 包括以前在跟小葵相亲之前 这个钱是他自己说出来 他要有多少钱带给给啊 给小葵的 不是我去说的 我只是说 喜欢去 啊 叫这个针 但是他 就是他的钱跟我真的是没有一毛钱关系 呃 无非我 今天这个视频的结尾 说的那个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只是 阿权在草原上跟我说过 说这一趟回去 他们要跟小葵 呃 接下来是吧 面对柴米油盐 要生活 他要回香港 拿一点钱 只是我在赘述这个事情 呃 他 阿权 说要去回香港拿点钱 所以在视频的结尾的时候 我就想交代给观众 以后这个视频 这个走向大概是怎样 只是这样一个观点 我并不是说 我在惦记阿权这个钱 这个阿权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还有就是 他家的这个 小葵的别墅 这个兜底的这个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全世界没有人愿意兜底 这个底我一个人兜 啊 还是这样 换换我之前刚开播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除了这件事情上 我希望 就是在尽量少欠别人人情的情况下 把这个房子张修好 就是 大家都愿意看到 他们自己努力一部分 嗯 努力实在不够在兜底 这个也是我的想法 因为地基金钱是小葵出的 嗯 上面基建的钱 究竟多少钱 我们现在也不是没有细账 我也不懂得 这个我不是行家 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成本 嗯 接着就是 房子做好了 装修这一部分 我会尽我的能力 去帮助他 或者是我直接来 帮他装修 或者是我请人 请别人来帮他装修 也是我的面子 也是我的 呃 一些因素在里面 但是 钱一定要出 钱是必然要出的 我 我 我这个钱是一定会出的 啊 其他的 你说我惦记他的钱 拿着他的钱出来装修 那不存在的 真的吗 永远不存在 除非他愿意 他自己愿意 啊 这个不存在的 他要要要要 就是两个人的生活 产品油盐要面对的 他们 肯定要 少可以33块钱 是不足 不足够花的 是不是 他既然选择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他们 只要负责他们自己的生活费 就可以了 其他我没有什么说的 啊 我不不不大气 大家别说我大气 我别也别说我大爱 我只是说我信守承诺 我 吃到如今哈 别墅哥 建别墅所有带来的这些节奏 包括小葵 跟着我们在外面 蜜月之旅 啊 说什么 小葵家们油盏玩水 家里别墅有人看 别墅哥 其实别墅哥也没有欠他的 我们也没欠他的 小葵更 不论是别墅哥 但之所以 别墅哥来帮小葵建房子 也是出于当时的一份信念 一份 对我的论同 对小葵家的可怜 也也就是这些基础基 基础上面 别墅哥帮小葵建房子 建房子之前 我说的很明白 地基前小葵出 小葵 包括吃饭什么的 出了七万多块钱 啊 地基前 别墅哥是没有掏的 而且这个是在 那是阿娟 啊 跟阿娟在一起 之前 之前的事 之前商业的 之前决策的 之前所做的这个事情 刚刚也没什么关系 对啊 然后 基础以上哈 打完 做完基础以上 上面 究竟要花多少钱 可能 也没有敏哥说那么便宜 也没有大家拆 拆拆那么贵 我据我估计哈 二十多万块钱要的 二十多万块钱啊 还是成本 呃 对 如果算算盈利的话 人家肯定不止这一点 人家肯定要赚 我估计哈 二十多万块钱要的 啊 估计 但是我估计哈 但是 我认识建别墅的 不只是别墅的一个人 我认识很多很多 真的很多 所以说 这 这里面的成本 我也能核算出来 但是我 我现在就没有必要 这样去做 因为 毕竟 这个别墅不是我的 呃 别墅哥也不是为我服务 他 能带给我什么 流量吗 兄弟们 是别墅哥给我流量 还是我给别墅哥流量 大家要分清 这点分清了吗 啊 如果说 他是我相亲的一个对象 他可能会带给我一点流量 啊 别墅哥带给我流量 这个大家就 完全是 主事颠倒 对 颠倒 颠倒了 这些 啊 别墅哥从 刚开始 默默无闻 大家不论谁的时候 是一万多粉丝 他老婆是 一两千粉丝 可能就是五千以内 他现在 夫妻俩都要粉丝了 这个咱们就不说 等于说 我们没什么 那个 我不是说了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他为小肥 见证别墅的事情上 是完全 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啊 换句话说 如果是这栋别墅 是二十多万成本的话 那么装修是多少成 可能 大家熟悉装修的人都知道 装修是无底洞的 有可能一个亿 都可以扎进去 嗯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装修 没有人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愿意站出来 我出 我一个人出 大家可以录视频为证 所以别老是 动不动抹嘴皮 说海哥没有付出什么 就打嘴炮 我要做的事情 我不想去大藏起步的 跟你们事先的去 说什么 去做什么 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大家再来喷 所以别墅哥 他建的别墅不是为我建的 我没有必要对他感恩戴德 他也没有必要为我感恩戴德 因为是各取所需 他得到他给得到的 我们自己做的问性无愧 我们依然是好兄弟 好朋友 这样说话一点都不过分 我就是事实交代在这里 大家清楚这个理 所以没有必要说 别墅哥为了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有得到他什么 好 清楚了吧 这个事实 希望大家如果明白这些东西就好 从头看到尾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那种没头没看到头的人 说要感谢的话 我还是要感谢别墅哥 当然别墅哥可能也会也要感谢我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看这个问题 对 很多人断章起遇 这个是很片面的 就是很浅显的一个 一个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他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 所以我要 我感谢别墅哥是认可他这个人 这个人 所做的这些事情 并不是我感谢他 他帮了我 他没有帮我 要的时候帮我 帮了别墅哥 他没有帮我 这是事实 事实摆在面前 为什么有人真的 说笑话 有的人愿意 就恶意带这个节奏 因为这个受益的人 不是我 别墅不是我住 这个别墅是我住 我要感谢别墅哥 我肯定要 扣谢他 还得送进去 好事我捞了 我捞了什么好事 那骂声一片 我捞了什么好事 你这在这一说话 要知道腰疼 知道不兄弟 必须给谁 找个媳妇 对 马上下播了 刚多闹了几分钟 在这声明一下 阿娟有多少钱 只是我在帮网友惦记 因为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因为压根 他这点钱我看不上 帮水哥整个老婆 对 合作共赢 互惠互利 这是对的 两个人 抱团取卵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一个人说 在从中得什么利益 那是想的别想 那是不存在的 除非你没见过钱 除非兄弟们 看到可能 一点点钱 认为这个就是 哎呀 很大的一笔钱 那 可能你看到问题 就不一样了 我要解释过多 黑的呢 你怎么解释 他有黑 他这三观不在一个本道 你跟他 成熟是为了黑的 有钱是没用 所以说 咬人的狗不叫 叫人的狗不咬 咱们 不 以后 以后少叫 多咬咬人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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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谢兄弟们啊 我们要下播了啊 嗯 再不下播 可能有很多朋友 遇见了 说海格连弟 今天晚上 但废话有点多 嗯 嗯 谢谢我花姐在维护这个秩序哈 谢谢花姐 哎呀 身价千万 身价有那个百万就不错了 哈哈 要看你站着什么高度看问题 呃 记得曾经的那个大师吗 那个 那个什么 某某某大学的那个 那个大师 在捡垃圾 垃圾桶里面分垃圾 那个 姓廖吧 嗯 姓廖 魏 魏大师 啊 人家在眼里是吧 人家 他站的那个高度 不是我们凡人可以想象的 他站的那个高度 不管你是说 有多少啊 家产 看不起你 就是看不起你的 其实 你说千万 海格的精神财富 肯定不止千万 但是 这是 财富 要看精神 兄弟们 说钱我没什么钱 但是 小钱我看不上 呵呵 对 沈魏 魏大师 对 是的 是的 说的就是他 人家真的是站在一定的高度 看问题的 所以并不是以这个来论 刚才我说那个话 人家 还看是不是都有 没有的 只是说我们有些某些场面 层面 我们比较富足 某些层面 好了 兄弟们 别再夸我了 真啥也不是 真啥也不是 依然是 农村的一个穷小子 只是咱们把高度拉起来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感谢大家的陪伴 感谢所有站绑的大哥大姐 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